陈冠希走出了三年前的不雅照风波 上了节目又惨遭了主持人小S跟蔡康勇联手逼问 陈冠希招任她现在不敢再和女朋友拍亲密照片了 甚至一年多没有碰过相机 而且她现在电脑换了 宁可花钱买新的也不愿意把电脑送修 没有打赌吧 陈冠希上康熙来了 当然逃不过小S逼问 那你现在还敢跟她拍一些比较亲密的照片吗 不会 不敢了吗 不敢再拍亲密照 毕竟三年多前和多位女星的亲密照曝光 闹得满城风雨 都是因为电脑送修 隐私全都漏 陈冠希吓到现在电脑坏掉 打死不送修 前一个月我的电脑真的system fail 她说哦你可以带去apple修 然后我说no 所以你家以后可能会积了十几部那个电脑 永远不相信了 被小S蔡康勇联手猛窥 陈冠希又自曝她连相机都不敢碰 一年多其实我没有没有一个照相机 你人拿着相机被人家拍到都不愿意了 不愿意 帅哥当前小S一定要吃豆腐的啰 那是鼓励的 是只有鼓励吗 我少容一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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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捏人家一样 上节目大聊亲密照风波 虽然被网友批不知悔改 但陈冠希坦然面对往事 更显得成熟圆融 真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